第五百三十五集 宋卿尘没说话,但是也没挂电话。过了许久,她才又开口。 妈? 这一声喊出来,却迟迟又没有下吻。宋母自然是察觉到女儿有事。 怎么了? 您,您能告诉我,您是怎么知道机灵身世的吗? 怎,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个了? 现在,这个秘密已经瞒不住了,机灵她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世了,而且阿姨昨天也知道了。 机灵现在,可以说是乱成一锅粥了,正天现在又在医院,我担心她知道后,会影响她的病情。 电话里安静了好几秒。 那你就告诉她吧,该怎么处理,怎么解决,你都听她的。 嗯,我也是这么打算的。 那,机灵现在在哪儿,回季家了吗? 宋母有些担心机灵现在的处境,毕竟这么大的事,她一向心高气傲,怕是一时半会儿会很难接受。 没有,她应该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,家上又闯了那么大的祸,只怕是不会回季家了。 她又闯祸了? 嗯,镇庭受伤的事,就是因为她。 宋母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。 唉,这孩子。 你也别担心了,他们家的事,就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。 宋卿尘又怎么会想到,两家人之间,还有这二十几年的恩恩怨怨。 那,机灵现在在哪儿啊? 她现在,在一个朋友家里,住在北城郊区那边,我本来是打算过去一趟的,但是,机灵连电话都不愿意接,估计就算是去了,也是白去。 嗯,那就让她好好地冷静一下吧,没准时间长了,她想开了,也就没事了。 但要如此吧。 现在,就怕阿姨走不出这个坎,这几天才稍微好一点,听说今天到现在,又是不吃不喝,也不说话。 你也别太操心了,眼下,是把镇庭的身体照顾好。 嗯,我知道,那我不跟您说了,我去看看她醒了没有。 哎,你快去吧。 宋清晨应了一声,便挂断了电话。 看着手里按下去的手机屏幕,有些若有所思。 不知道为什么,她总觉得母亲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。 回到病房的时候,如她所料,季正婷已经醒了过来,而且已经自己下床了。 宋清晨吓得连忙跑过去扶着她。 你怎么自己起来了? 我去方便。 宋清晨努了努嘴,没辙了。 我扶你进去。 季太太,真的不用这么紧张。 季正婷嘴上这么说,心里其实还是很高兴的。 宋清晨恨着小鼻子,还是坚持要扶着她。 陆青说了,季正婷撞击到了头部,三个月之内都不能受到二次创伤,所以必须要小心点。 把季正婷扶进去之后,宋清晨出来关上门,看到白天打开透气的窗户还没关,就走过去将窗户关上。 折回来的时候,季正婷刚好从卫生间里出来,宋清晨又小跑过来扶着她。 季正婷没有回病床上,而是去沙发上坐了下来。 宋清晨担心她穿一件睡衣会冷,便说道。 你等一下,我给你拿宝毯盖一下。 说吧,她就去衣柜里拿了个毯子出来。 这是下午的时候她让管家送过来的,就是担心季正婷不愿意总是躺着,所以就背了毯子。 季正婷的目光一直落在宋清晨的身上,她到哪儿,季正婷的目光就跟到哪儿。 季正婷很享受她的照顾,也很喜欢看她这样活蹦乱跳的样子。 干嘛这样盯着我看啊? 宋清晨将毯子盖在她腿上,发现她还在盯着自己看,让她有些不自在起来。 季正婷不愿,只是伸手将她拉过来,让她坐在自己腿上。 宋清晨不敢坐下去。 你别乱了,你现在是病人。 听到病人两个字,季正婷的眼底不由地按了按,但还是没有松手让她坐了下来。 这样就嫌弃我这个病人了。 明明就是担心好不好。 宋清晨不高兴地轻哼了一声,这人一点良心都没有。 季太太最近那么操心,已经快要变成国宝了。 季正婷抬手,长指落在宋清晨重重的黑眼圈上,轻轻地俯了俯。 宋清晨握住她的手,没心没肺地说道。 要变成国宝才好呢,人人都得爱护我,而且还很可爱。 季正婷将她病脚的头发理了理,聊到耳后去。 你不需要人人爱护,有我一个就够了。 而且我可以接受你的不仅是可爱,还有一切。 宋清晨眼底的笑意都要溢出来了, 嘴上却说道。 要是我变得无理取闹,难不讲理呢? 嗯,接受。 那我要是变得刁钻刻薄,定色又高傲呢? 接受。 那要是变成心狠手辣的母老虎,或者恶毒的女魔头呢? 接受。 季先生,咱们能不能有点原则性啊? 什么样都接受,他吃得消吗? 季先生却非常认真地说道。 因为啊,我是你的男人,是男人就该接受自己女人的一切。 宋清晨多少是有点感动的,以前因为受到父亲和母亲的关系影响,他对感情从来都不抱任何幻想,从而导致,他跟周少景交往了那么久,都没有过分之举。 最亲密的动作,也就是牵个手,偶尔无意间搭个尖什么的。 可万万没想到,他在最美的青春年华里,能遇到一个对自己那么好,那么照顾的男人。 有时候回想起来,甚至还觉得像是一场不可思议的梦一样。 宋清晨双手还着他的脖子。 季先生,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喜欢上我的? 季正廷微正,然后想了好一会儿,才开口说。 应该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。